好,我們進到簡報 其實是來跟各位介紹的光明電阻 順便學一下 可不可以把這個光明的結果 把它存到哪個試算表裡面去 因為我們隨時在偵測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偵測完了 我想要把它做一個紀錄的話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想在自己電腦或手機上執行 可不可以在雲端部署 可以啊 我們如果是屬於剛剛那種倒數計時啊 那種互動的 我就不會建議你要做那個原端部署 因為這樣沒有意義嘛 你在那邊要做互動 結果你部署在那邊 然後要六小時要幹嘛 你要跟誰做互動 可是如果像這種是屬於 就是自動執行要記錄的 就很適合做原端部署 因為你就好像插電的時候 自動偵測一樣 好,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光明 光明就對光過敏嘛 所以它對光線是有 這個亮度是會感應的 那因為它是內建的 所以說 你看 右上角 在Smart上面的右上角 就有一個光明電阻 它偵測到的數值是0到1之間 0到1之間 跟我們一般用那個 像我們講的燈光 還有像投影機的亮度 他們是用流明 有沒有聽過那個名詞? 流明 不一樣 它得到的就是0到1的數值而已 那因為它是內建的 所以它的角位其實就是AD這個角位 可是在程式碼裡面 我們並沒有特別一個AD 所以我們待有在選的時候 角位是選A0 這個我有特別問過官方的 他就說低胖胖的長得像0 所以它的角位就是設成A0 就A0這個角位這樣子 好 那你看我們家的飲水機 有搭配這一顆 就變省電奇蹟有沒有 所以 文宣文宣有沒有 要會想 因為 在光線比較暗的情形下 就表示可能辦公室沒人嘛 所以就不用加熱到那麼高的溫度 它就會降低溫度 等到你燈打開了 亮度比較夠了 它就覺得有人在了 就再把溫度升起來 這樣叫做省電奇蹟 對啊 所以 這個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現在了解這個之後 就可以馬上來試看看 來 我們進到這邊 剛剛的程式碼 你要留著就留著 沒關係 好 反正我們可以把它讀出來 那你記得我們就先停止執行一下 可是呢 因為他有讀出來 是不是有一個位置可以顯示出來 那你說你要顯示 LED點擊證是一個方法 不過因為它數字很長 所以我們先暫時不顯示在那邊 各位還記得我剛剛講 LED點擊證最多顯示幾個字 兩個數字對不對 或一個字嘛 所以說不太適合顯示這個 來我們看這裡 燒杯按下去 右上角是不是有個燒杯 我們就用預設的 叫做什麼 顯示文字就好了 待會呢 我們的文字就顯示在這個區塊 好 好 再來 請你找到左手邊 光明電阻 你覺得在哪一個類別裡面 像一般如果你要做植栽 要做種植 是不是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跟天氣有關係嘛 對吧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日出日落 好 所以跟環境的偵測有關係 有沒有找到一個叫做 光明可變電阻 找到了 找到之後你先看一下 在這邊 第一顆是不是設定角位 把它拿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 它用的是類比角位 可是 是不是用在A0 A0 因為它是已經燒在板子上了 所以這就沒什麼 可不可以變的問題 你要用就是這個角位 就沒什麼好講 好 這樣就硬體就設定好 它就知道 你待會要用這一顆 那我要顯示在我們這個地方 要偵測出來 所以 我就來這裡 你看 光明裡面 光明裡面 有沒有一個開始偵測 第二顆 剛剛第一顆設定角位 第二顆我就要偵測囉 就把它拿出來 放在下面 那偵測的就會得到數值 是不是要顯示出來 要顯示的 是不是要顯示在這裡 所以顯示在互動區的要找哪裡 是不是要找最下面有一個顯示文字 我現在剛好被擋住了 來 我把它收起來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顯示文字 我們不是說那個 燒杯按下去 這裡會有個積木 會隨著你的互動方式不一樣 會顯示文字 按下去 是不是有個顯示 把它拉起來 放在這裡 也就是它開始偵測 我要把它顯示出來 但是要顯示什麼 它偵測到的數值嘛 還是要回去哪裡 回去我們的環境偵測這邊 因為真正的數值是由光明電阻 所產生出來的 有沒有看到第三顆 所以我們剛剛有沒有從 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 現在這個 接進去是不是剛好 這樣就可以了 各位不要客氣 馬上執行看看 你就會看到一連串的數字 有沒有跑出來 對不對 你可以用手去遮一下 你的板子的右上角 板子的右上角就在這裡 有沒有我遮住了數值變低 打開的數值是變高 那你覺得最高可以到多少 手機拿出來 你們不是都有手電筒嗎 比較照下去 這樣就最高啦 最高有沒有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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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照下去 最高應該就是到一而已 對不對 但是可能會一點多啦 不見得是整數 可是基本上就是到一 最多就是到一 最小呢 就是到零 最小就是到零 各位最高要一點多一點點 最小的沒有辦法到零 好像沒有辦法完全零對不對 因為你不夠黑 就是你雖然用手遮住 可是旁邊還可以光線進去 那還是有偵測到 所以最后期看破片 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都沒有光的時候 它就會是零 好 那你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如果你覺得 我想要把它變得可讀性高一點 什麼叫可讀性高一點 你看我們的天氣預報 降以機率 有沒有都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數字 轉換成百分之多少 可以啊 可以的 來我們先停止看看 來 如果你覺得 我想要把它轉換成比較高的 我們找這邊 你找到進階功能裡面 左手邊的進階功能 打開 有看到一個叫數值轉換嗎 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 找到了 按下去 有沒有一個叫尺度轉換 有些 有點類似我們地圖上那個比例詞的概念 當然如果你覺得 我不希望那麼多位數 我們這個大概是好像14位數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小數點不要那麼多 你可以先用第一個 四捨五路到小數點第幾位 這樣就不會覺得拉那麼長 欸比如說我先拿這個出來 我就塞在他前面 然後告訴他 我要到小數點兩位數就好 欸各位你不能用0喔 這樣的話就只有0跟1 因為四捨五路完了就只剩0 要嘛就趨近於0 要嘛就趨近於1嘛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位數 那我先用兩位數 好兩位數之後呢 我再來數值轉換加上尺度 就是把後面這個放到這裡來 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我剛剛取得了這個小數點0點多少 0.21 它會從原本的0到1之間 轉換成0到100之間 這樣 不了解 本來我們取得數值不是0到1之間嗎 0點 比如說我現在取得0.12 但是呢 0.12乘以100等多少 是不是12 因為把它放大100倍嘛 所以 這樣子 有沒有 原始的數值是0到1 這個範圍 我把它轉換之後就是 最小值還是0 但是最大值變成100 就是等比例縮方 所以 這樣子 你再來比例一下 有沒有覺得這個數字 看起來比較和諾可輕一點的 比較不會那麼長 比較不會那麼長 因為其實 你小數點後面那麼多位 大家並不在意嘛 因為你差個0.005 你根本就沒有感覺 對不對 做研究有差 但是 生活上的感覺 你大概不會覺得差0.005 差在哪裡 這樣 沒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就多做一件事情而已喔 多做什麼事情 可不可以把這個數值寫到 雲端的試算表 把它記錄下來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光線是怎麼做變化的啊 對吧 那 現在呢 這個我就先到這裡 對了 順便提 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它的運作 好像那個速度很快 因為那個數字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可是 它 是多久跑一次 可不可以控制它的那個 偵測的時間 可以喔 就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變慢了喔 所以你這裡也可以調 有沒有發現我們開發板這個積木 靠右邊的地方有一個類比取樣 就是這裡 剛剛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那個毫秒 一秒鐘是等於1000毫秒 所以50 是代表多少 0.5 本來是0.1是100 所以0.05秒就偵測一次 可是其實我們是不需要那麼快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把它變慢 比如說我變成1秒鐘偵測一次 或50 就500毫秒 就是0.5秒偵測一次 是不是可以 我先變成1秒好了 好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把這個變慢的時候 你的設備 會活得比較高興一點 好 我就重插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調慢了之後 你再按下Play 數字變慢了 可以吧 好 因為它這個類比 它在上面並沒有給我們 改變那個偵測的時間的 控制的項目 所以就是由這邊 像我現在按下去 有沒有 慢慢來 可以接受 慢慢來就好了 我就改成1秒 有時候它會像這樣子 突然還是跑出一個很長的 就是它來不及把那個小數點 收起來 就是四捨五還沒做完 OK OK 好 所以光明的那個數值 你就可以先到這邊